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所谓民以食为先 香港人对食有很高要求 尤其用料一定要够新鲜 一栋三层楼高的街市 四百多个档口 满足了不同人对食物的要求 一个明星街市的背后 它的日常又是怎样呢 清晨五点多天还未光 到市人还在睡梦中 但九龙城街市的当返 已经陆续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 清洁、收货、摆放这些工序 缺一不可 当然还要手脚快 要在一个多两个小时里 整理好所有东西开档 十二点钟起床 一点钟就去到赛场了 以前最初卖新鲜菜很辛苦 要去追那些车 落车来抢 以前手脚弯都要跌死你 现在我现在怎么做 被人推到我都跌了 因为我去年跌了 变了现在个人 就没有以前那么灵活 轮盡点了 那时候做两贩, 怎么做两贩呢 早上晚上半夜 跟你开车 日后自己和他新的耕田 做农夫 教你孩子去英国留学 你现在要用提到他们 我说客家人 他们变得潮州人 都顾自己顾自己 他自己赚了自己的钱 有什么感觉? 子女又不给你钱 没有, 只有阿Q精神 自己安慰自己 去到六点, 街市够钟开门 不过通常都没有人来买东西 你只会看到 各个当主在忙于开店 什么时候煮好鱼?叔叔 没东西, 看着 有什么鱼路吗? 眼睛清, 鱼鱼鱼 卖鱼有鱼, 好 好, 更多电话 每个小湖盆都煮 排骨豬扒这么简单 鱼老中盆, 今天有什么鱼 你就买鱼 老大, 叫掌 这个时候, 有人来到这个鱼当 说要预订一批鱼 拿货, 姐姐, 拿货还是什么? 自己吃, 拿货 自己吃这么多鱼? 他不是经常有这些鱼要买的吗? 是吗? 这些是什么鱼 是海鱼 你不是每天有的吗? 只是偶尔中的 我让你说带来这么大刀 打开鱼, 你不看 这么多东西记得了吧? 博文, 我又不记得了, 博文 他经常不记得了吗? 是呀 你别说错了, 说错了 不说错了, 说错了 好, 卖菜了, 我要排斥了 鱼仔 班牙 原来这位大姐是隔离菜当的当主 人称娇姐的她 八、九岁已经在街市打滚 做足五十多年, 伤识满天下 就连周润发、发哥 都是她的熟客仔 他第一次来, 之前是多久? 很久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太厉害了 十多年了 街市当返, 被人印象都是粗声粗气 娇姐也不例外 佳恩她说要在这行蠟燭 不凶, 就会被人欺负到上心口 被人怎么欺负? 打架? 你有没有打过? 有, 什么没有? 没有怎么站得穩? 有, 那个位置被人拿了, 被人抢了 那时候什么事?怎么打架? 那时候怎么样呢? 好心, 我买了汽车 今天我在这儿, 对面那儿 过了整条街 冒心, 让那位置放下 翌日他就来放下, 那位置放下 那你怎么办? 你恶不懂事, 要不要恶? 那你怎么办?智夏 我踢走这东西 8点至10点这段时间 九龙城街市一带, 开始车多, 人多 在一楼卖鱼卖菜的当返 做到没有停手 但总会忙里偷闲 和熟客打吓吓 你在哪里? 吃哪里? 买卖菜 买卖菜 你怎么跟他通通? 英文, 你以为我不懂? 你太小看了, 现在的卖鱼卜 卖鱼卜 先生, 收口 你叫我来? 不是, 但是紅萝卜 你可以煮蜂蜜也可以 謝謝 外傭的身影 在九龍城街市隨處可見 街市的大堂 就成為他們其中一個聚腳點 我們經常談論我們的生命 我們也問我們可以煮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想法 哪種食物我們可以煮 所以我必須為家庭花生 可能下年我會去 你會去嗎 因為我已經53歲了 所以我必須 街市的二樓 其中一邊主要賣家庭用品或改衣 拼一人流少,生意不多 在這裡賣鞋賣了兩代人的狐女士說 他們唯一的娛樂 就是跟旁邊左右吹下水 過一下一晨就算 很久了 很久了,我女兒和他一起 女兒一起帶 大家讀小學 現在也三十歲以外 也不,認識了三十年 這個不知道是第幾代了 這個第幾代 這個是… 那一代又一代 他媽媽,然後兒子,然後老爸 第三、第四代 也是,就像家庭一樣 好像很自由,一眼都看著 那一邊買東西,那一邊買東西 那一邊買東西 那些人淘汰大堂下去喝茶 不可以不開檔,就是這樣 基本上這個街市沒什麼好影 歷史就已經…你看,沒什麼歷史 我都發覺自己做了歷史 我都六十多歲,這個婆婆七十多歲 我都是歷史人物,已經兩代人了 不用怕 有回音的,你這行嗎? 是啊,靜的嘛 有回音的,沒發覺 人家有開十點 我差不多三十點才來 到今晚我又要五點幾天下班了 五點半至六點,當你六點下班 晚上那些就是正職的 這班是煮飯的,老婆 我現在花的就是出他們的糧 這裡就夠交租就算了,就是這樣 九龍城就是這樣 你看,老公這個八十多歲了 他就是這裡大義齊擺在街邊 就是這樣 來到晚上六點多,七點 距離街市山門還有一個多鐘 檔口也收得七七八八 但間中仍然有剛下班的上班一族 匆匆走進來買東西 然後又匆匆離開 蕃茄、薯仔和蔬菜 就這樣煮湯、糊糊 不是,是剛才下班就離開 不是選擇的 如果可以早一點就早一點 如果能下班 這間餘檔是街市比較遲修的店 Raymond叔在這裡開檔已經二十多年 由黑頭髮做到白頭髮 我們要求三下 你說現在是新世代的定義 六十開始青年,七十就是中年 八十才是… 其實現在有一個新的 在六隻的定義之外 你覺得自己現在屬於甚麼年? 我又沒想到 他內心開心就算了 不要想到他了 跟一般的賣魚當主有點不同 Raymond叔外表溫文耳啞 熟客仔也會稱呼他做校長 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是他閒談之間 總會夾集一些大道理 人、對事、各種都要用心去做 可以的 淺哥、淺少,也不是問題 不過還要加上健康 當有一個月離開了人性 我相信你睡醒覺 你也要想想,也不開心 雷師,每天我們和人家相處 偶爾你會幫到有需要的人的話 你會有一種喜悅和開心 還有一種喜悅和開心 你們去過夜 旭語有說,東大過年 不少家庭都會在冬至這個日子 準備豐富姦牛 一家人團團圓圓,開開心心地過節 漏的很亂的,滑的滑的 謝謝你 買菜做冬, 不少得新鮮活雞 一隻活雞一百多二百元, 照樣有價有市 雞飯手起刀落 市民就乖乖拿荷包出來付錢 買三隻雞, 做過什麼醉雞 還有什麼, 做過醉雞之後 買些蔥菜, 鵝蔥菜, 回去炆一下 今天很美味, 今天很美味 今天晚上做冬, 家人團聚 有六個, 八個大人, 四個新鮮 平日的生活已經足夠忙碌 難得齊人造節 所以大家今天出手, 闊著一點 目求令這頓冬至飯吃得開開心心 我們有接近二十人吃 所以今天也應該要買二丹千元 我想也贏了 海鮮 有海鮮 海鮮, 這個是蘸白鵬 這個也是豆腐養蝦 不用一千元 五千元 都是吃雞, 很窮都會吃雞 過冬, 都會吃湯圓的 我們都沒買菜, 昨晚吃了 是嗎? 是 今天煮什麼?今天煮菜 一定是菜, 一煮菜就完成了 菜就夠了? 夠了 整晚吃這麼多肉, 今晚又吃 有嗎? 前輩 有… 今晚才下來拿, 好嗎? 好 小心… 好, 最重要是豬皮魚蛋 在二樓買鞋子的狐女市 冬至一樣要回來開店 不過開店前, 她還有一樣重要任務 我女兒要指定吃這些咖喱魚蛋 怎麼沒空? 現在就是太空 兩條, 這一塊吧, 夠不夠? 夠不夠, 夠不夠, 隨便吧 這樣就好 一會兒再開工? 是的 今晚三、四時就下班了 買好之後還要在上面炸菜 行 阿Sir 你好… 我又回來了 很壞, 現在要點名 看你有沒有開店 這些外盤, 天天… 早五、晚來剔 剔看你有沒有開店 立間 很煩, 現在好像做了打開工 食環處這個巡查新安排 近幾年已經開始 有當主說, 如果一個月沒有開店 超過七天 就會收警告信 如果要請長家琦 也要向食環處申請 她說警告完之後 半年內沒有犯規, 又取消了 這些圖案真是棄權, 真是不想做 現在問題是貨物困住了我 我真的想不做, 真是想不做 有什麼辦法 你老實說, 做了第二代人 現在第三代就不會了 我這輩子都不會接受 來也不來 我一步之隔 護機鞋譜隔壁是一檔玩具檔 如果想見當主李伯伯的廬山真面目 就先留下聯絡方法 我最初那些梳堂宿伯介紹我去廣州學師 就做燈膽的玻璃那些東西 三天學了三年師, 學滿了師 那些師頭, 那時解放大二年 他帶我們進… 帶我們幾位師兄帶來香港 繼續做燈膽的東西 李伯伯在五十年代初 由東莞來到香港 就像落地生根 當時他日後在燈膽廠打工 晚上就會在九龍城推車仔賣玩具 獨力養大女兒 大了一次入伙 看到了, 大了一次入伙 那些規格就是這樣 你看我那時候 找一條白頭髮也沒有 現在找一條黑頭髮也沒有 像不像我嗎? 大了一次19… 1988年入伙的時候 這個我女兒, 這個女婿 我帶了一次去加拿大 覺得風液很漂亮 他說風液過 我拿了一張最漂亮、最好樣的 回來做…好像做紀念一樣 不用了, 加拿大的國規和國旗都是風液 我喜歡儲存這些東西 在八十年代尾, 香港出現移民潮 在九龍城街市附近的啟德機場 見證著一末末的離別和不捨 當年李伯伯和女兒一起移民加拿大 但最後不習慣外國生活 一個人回到香港 婦女長年分隔兩地 年紀大又多病痛 李伯伯都要為自己作打算 現在基督教那裡 又說替我扮將來的院舍 可能能否扮到將來才算 或者大日不能走、不能動 要入院舍也不定 我過十年、八年 我不知道能否起到 我現在這麼大, 只能過一天 九龍城街市的長燈 是公公婆婆聚腳的地方 有時跟街方街理相聚 有時獨坐一旁, 難顏四方 今天吃什麼菜? 雞骨 雞骨 二十一元 為何自己一個在這裡吃飯 我…我的債女上班 那我自己不習慣煮, 就買飯吃 有人來買菜, 去逛街 他很安靜 去到下午四點多 正值小朋友放學時間 有父母帶子女一起來買菜 家庭主婦出動 街市又開始進入作戰狀態 小婆, 這個豆苗怎麼賣? 這個不是豆苗 不是…是菠菜苗, 給我一斤 好 老闆給我三十塊肉眼, 要來煮湯 有鮮豬粥嗎? 清姐是家裡的火頭大將軍 凡事親力親為 今晚難得兩個兒子上來吃飯 當然下足心思, 多做幾個菜 一定…白色衣服一定不會是熱癡 對, 等我拿來喝, 待會才可以 小心點 小心點 這個一定要弄得乾淨一點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什麼不乾淨 所以我喜歡在家裡吃東西 因為自己可以知道有多乾淨 你出去吃的東西 我怎麼知道它的東西放了多久 而且它的上湯是用什麼上湯呢 所以我會自小上湯 所以我先生說我是比較麻煩的人 比較要求高的人 老公喜歡吃貝殼類海產 牛扒和雞取就是小朋友之愛 要滿足這麼多人的願望, 功夫多 大清姐覺得最重要是家人開心 你喜歡外出吃還是你婆婆家吃飯? 我喜歡外出吃 為什麼? 外面那些當然有很多微精 好吃一點 你覺得微精好吃一點? 對 有時候吃菜的也很喜歡 都知道紅蘿蔔 因為我很喜歡煮食 我覺得我煮完出來之後 每個人都吃得健康、吃得開心 我會覺得自己有很大的滿足感 可能出去上班就有成就感 但是我覺得我煮完之後 是吃得他們開心、吃得他們健康 我就會覺得很有滿足感 一頓飯, 鬆菜的做法可以千變萬化 無論是珍修白味或清茶淡飯 最重要是一家人齊齊整整 享受相聚一刻 牛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